《樓市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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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回來這部份 就是《樓市焦點》 剛才預告了 會與發展商談談香港房產市場的情況 特別是月底2月28日有財政預算案 焦點所在 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東立地產地產部總監陳旭成 Hello Wilson 你好 你好 老朋友相遇 不過身份又不同了 農連方面先祝你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和賺多一點 很順利 最近頻頻健步 豪宅很好成績 稍後都會問一下豪宅市道的情況 先看看他怎樣看農連方面的投資環境 怎樣形容現在的樓市 農曆新年這段時間 樓市非常非常淡靜 首先和聽眾拜一下 大家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現在的樓市是黎明前的黑暗 所以特別黑暗 看不見到柱光 很明顯 樓市是完全健康 所以農連一定是樓市向上 和息口掛勾 息口就向下 這是一個不變的定理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過就要看看那個sector 因為我本身樓市 我記得去年我講樓市三極化 其實現在我覺得樓市很複雜 去到五極 五極這麼多 上車盤 然後改善民生的樓 然後一些大馬的樓 然後豪宅 超級豪宅 為什麼要這樣分 因為其實那個影響力在每一個sector都不同 你去年就是十月中的時候來講 都是施政報告前後的時間 還有我再年頭都來過 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每一個sector都不同 所以你會比較混亂一些 你看這個形勢 譬如有時候這個sector就動一下 好像最近我有些成交 超級豪宅又動一下 那你又會覺得 究竟市是哪一部分好呢 就變得難捉我一點 但總體來說 一帶入了農年 我相信一定是幾個sector 所有sector都是建底 那主要的情況就是 如果那些holding power 最強的樓 就是超級豪宅 都開始有價錢的商就 那就是樓市一定是建底 但當建底之後 就又不同了 每個sector都會不同的 大家擔心建底之後可能橫行 橫行已經是好的 橫行已經是好的 難道你認為會飆升嗎 沒有斷崖式跌也很好 我想問一下 傳統幾十年都是這樣 過完年之後都會有個小陽春 今年又沒有 因為我們近來都間中有聊天 以前我也是在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都有講過 我從來都不覺得有小陽春 其實那個農曆新年 跟那個樓市是沒有關係的 同樣道理 什麼大事大節跟樓市都沒有關係 是的 不過只是說有一年 譬如去年 去年二月 我在第二間公司開盤 又開得不錯 一拿到農曆新年的時候 好像聞不到市會動 那就開盤了 有間都這麼巧而已 對 然後去到年中 去年年中 應該大家都記得 升了10% 用CCL計算升了10% 那個時候可能政府做的工作不夠 但是變成的事就慢慢在年中 即力度不夠 是的 一直向下走 就回去歸零了 那變成今年 會不會農曆新年之後 又開始向上就走呢 我剛才都講過 跟sector 小樓和少許改善民生樓 我相信就不會了 我看上半年 還會多跌五個 但是小樓和改善民生樓 5%是嗎 是的 跌多5% 但是下半年 我覺得絕對有這樣的機會 能力 就反上去 希望下半年 今年全年小樓升5個 即是上半年跌5個 然後下半年升10個 總國來說 就會升到5個 非常有一個假設性問題 剛才隱約在你聽到那件事 我想問 上年年中曾經試過好一點 其實坊間也有說 如果上年那個時候 設立 整個樓市 就不會應該搞到現在這麼黑暗的 這件事是不是 都是呢 純粹我們討論 學術性研究 政策的幫助 如果你有一個前瞻性 就應該要做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都很難說回頭 會不會 但是呢 有一件事我就 講了很久 就很久 終於都 上兩個星期 就有消息了 其實呢 我想最大的問題 就是金管局 因為其實 壓測的問題 壓測的問題 是完全沒有需要 完全是 有些多餘的 但是它可以拖了一年 都只是減一厘 那就是說 要加兩厘還要 又加三厘 又加三厘 變成加兩厘 希望真的 它從善如流 因為這個 正正 對那個樓市 才是最大的 最大的影響 因為 每加一厘息 那個收入 要大約五千到六千元 那以前加三厘息 就是說 人工要萬八元 就算加兩厘息 都要一萬 哇 那就是說 實際上這個家福沒有的 其實你知道什麼環境 是啊 沒有啊 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人本身 可以供到樓的 變成供不到樓 哦 他要加這個薪金才有 那你根本是 不可能的 而是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當日 為什麼要做這個 壓測 不多不少 就當然 應該就是銀行 覺得 會穩陣一些 香港的銀行 已經是全世界最穩陣的 這個根本就不需要了 是啊 當然 大家都關注著 現在 一來的壓測方面 檢討的情況是怎樣 另外就是 關於那個 撤蠟方面的問題 現在都看到 大部分人都希望 全面撤蠟 但也有小部分人 覺得 是不是可以 部份撤蠟呢 繼續 比如買第二套房的時候 可能那個稅 就不用那麼多 這些因素 其實你怎樣去衡量 我想我是那小部分人 是 因為我都從 減蠟 無論是撤蠟 減蠟都好 對樓市一定是有幫助的 但我有時想想 都兩方面想 因為政府都有它的難處 雖然我不用當政府想 但我也是一個市民 那又可以很多 都可以表達意見 很多個angle去想 首先我覺得 炒樓稅 就一定不能撤 因為市民的感覺 我現在買到樓 或者名字 我們改得不好 叫炒樓稅 但原本炒樓稅 都是錯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當日出炒樓稅的時候 我們已經表達過 什麼叫炒樓 有錢賺才叫炒樓 難道我炒焦了 都叫做炒樓 那這個不如用資產增值稅 不就更好 那又不好 不過已經說了不會 已經說了不會 因為兩者的angle不同 我只是說炒樓稅 市民不覺得需要切 我也覺得不需要切 不過可能 日一是錯了的東西 現在就改回它 就是糾正 你賣了樓 有 profit 兩年之樓 那你才就抽稅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講過了 很多人有很多的原因 突然間買了一間樓 或者家裡有事 要賣回一間樓 那你都要抽稅 那時候已經講了 完全是不近人情 如果你說趁這個機會 做一些 做正確的事情 就是說你炒樓之後 有錢賺了 那我就在利潤裡抽你稅 那就很合理了 例如你現在買樓 他們假設 例子就是假設有得賺 其實不是 但是買賣不一定會賺 對 好像前一陣子 我也數回頭 特首去年說 那些高材湯他們買樓 就是那個本身出的時候 已經是那個理念 是有些錯了 趁這個機會改一下 但是撤呢 我又覺得 沒什麼需要 如果現在香港 大家都是奉行 不要再去炒樓 這個已經差不多 是接近一個想法 是樓越來住 那第二的 我自己覺得就是上車 上車 不知道幾年前 四五年前曾經有個得證 一百萬樓變為二百萬樓 都是收一百元的 那其實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上車盤絕對一百萬都買不到 那現在其實上車盤 五百萬都買不到 那所以我覺得 最好的就是說 一百元的Stamp Duty 就變成 提升到四百萬或者五百萬 那真的幫一下 年輕人上車 那我覺得這個 又是會對樓市會好 所以市民也好 那希望財爺 仍然都還在聽著 大家的聲音 那在寫這份 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可以包含不同人的意見 那至於其他的Stamp Duty 還有一樣 我覺得那個 最重要的Stamp Duty 就現在應該優化 就是不是切 是分流 那跟其他的Stamp Duty 都是一樣的 剛才都說了 有五極 那你說最多就是 就是豪宅以下 就是大馬的樓 那個Stamp Duty 就不要收 不要有重駕 但是豪宅方面 我覺得 跟民生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都要 都要為市民的感覺 那休息回來 我們不如說一下 豪宅方面的市道情況 特別是你加盟了一個新公司 那未來那個公司 部主策是怎樣 休息回來再說 好 繼續回來這部 就是樓市焦點 這部的嘉賓 就是陳玉成 東立地產的地產部總監 休息之前跟他說市的情況 還有財政預算案方面的預期 希望一些期望 剛才說豪宅 知道你剛剛加盟了東立地產 未來的部署策略是怎樣 特別想看看超豪宅市場方面的走勢是怎樣 入東立呢 就有些開眼界 雖然說做了這麼多年就地產 那因為他們 老闆做那個豪宅的細緻度 都幾厲害 那所以由於一些東西 比較靚一些 我覺得就 如果市房是 好像剛才說的 是轉的了 還有今年是減息年 那希望市會轉國 會開始越來越好 那當然 加上中國的經濟 中國放寬 我覺得接下來六年 中國都會放寬 那很多東西都放寬 錢放寬 去谷經濟 那GDP雖然又不太差 但都還要谷一些 那所以呢 整件事看 豪宅和超級豪宅 是會非常之好的 相對其他 剛才說的其他的segment 因為其他的segment 是有個政府的背後的助力 按那個供應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亦想的 因為市民都是要買樓的 那所以由於有那個factor 前面那三兩個segment 就算升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就是平穩 那剛才說過了 或者上半年還會跌 然後就下半年追回 就變成升少少 或者平穩 但豪宅我相信 就沒有這個綁 綁住的繩 那所以只要一放寬 錢一到 那還有我們的市 上年已經 下半年 開始剩下了那麼久 其實呢 我在坊間都知道 很多錢 已經運了來香港 那你知道 那現在 現在你知道 始終香港的豪宅 甚至乎大馬野的樓市 都是國內人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support 那所以這半年 九個月 我相信 那些錢一路累積下來 他們是等著一個時機 那剛才有說過 到超級豪宅的價錢 都 有些是創新高的 但也有些是有些商就的 那所以就 其實都對時候 可能他們就 開始入市 所以根本在農曆新年前後 那你已經看到 其實已經是 不斷地入市了 那我們就 都叫做做了 做了單 那就是介乎 從立春到農年的 套年也好 就是農年也好 那其實 不過我們那個 就不是內地客 因為年25是立春的 是啊 那我們就不是內地客 那就是本地客 那同樣的情況就是 本地客 很明顯一點 我們叫做 香港的 都開始動了 那所以我覺得 兩邊都動的時候 豪宅就會不錯 好 既然我擔心 我關心的就是 其實在去年到現在 其實很多發展商 包括我們 都很多貨尾單位 為什麼貨尾呢 因為去年賣了些 之後就賣得好 那很多發展商 開了第一層 有些可能八幾個 開了二十間 停了 有些五百貨開了 八幾間又停了 有些二百幾間 五六十間又停了 其實很多貨尾 我講這些當然不是豪宅 講這樣的數目 其實阿威臣你怎麼看 現在的貨尾 還有這一兩個月 批樓花 沒有批 你可能沒有批 所謂 其實整個 很靜的 整個走勢 你認為是怎樣的 都是講 設計 因為樓市現在 真的不能夠 就是這樣講樓市 兩個字 因為實在是複雜 我講那些是中型 中小 如果是中小型 其實我想始終都是要 認四個字 隨行就市 所以很明顯的是 有些需要就價錢 就市民 才去到貨 我想這個都會持續的 都會持續的 我覺得 不過就是說 希望剛才說 中國的經濟 香港的經濟 中國好 我們好 有減息 主要 如果金管局 我剛才說的政策有配合 剛才我再強調這一次 金管局的加兩厘 雖然加三厘變成加兩厘 早一年前應該要切 如果早一年前是切了的話 可能那個樓量 剛才也說中小型樓 就是上車盤 而那個加二加三 絕對最大的打擊 就是中小型樓 因為那些是打工的 上車盤的 全部靠人工的 那你無端端 他要賺 兩夫妻要賺多一萬到兩萬 才可以借到錢 那就買不到樓 所以這個是要儘快絕快 去取消 那我呢 如果這些都取消了的話 就好像我這樣說 再忍多半年 或者幾個月 那到下半年 應該樣樣都齊齊備 到時候下半年 股市又升了 是吧 那可能你問我那個股市 你剛才說的股市 大家就說 富財富效應 由去年到現在 雖然農年這幾天 表現都OK 但是是否真的能夠保持 這個都是很多不同的因素 在這裡考慮 你自己看樓市股市的關係 樓市股市 如果股市好的話 其實那個中小型樓 就可能會受惠一點 豪宅 超級豪宅的 你知道他們股市好與不好 他們都可能有錢賺 賺 因為可能不只是拿 會沽 所以其實超級豪宅 或者豪宅的影響 就不是那麼大 但是總的來說 剛才再回應股市 都是其實萬樣東西 都是因為那個息口 這個是 無論息口減得快 有時候又說減得慢些 但是總的來說 是脫離不了 是會減息 如果是減得快的 那就在一年之內 舉個例子 曾經有說減五次 減六次 現在猜今年可能三次 現在就三次 如果真的有的話 其實如果是減三次的 你問我 更健康 那就要減兩年 因為你始終的息口 都要回到一個正常的息口 如果減三次的話 就是2025年又減三次 是吧 那你不斷移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 最少都要減兩年到兩年半 但是問題是兩年半 是今年減光 因為說如果減不完 那就更好 那就是說持續兩年都是減息年 所以樓市應該是 一定是谷底回升 我不明白 剛才你說通常 加息就是股市差 但是美國為什麼有相反的呢 說真的 說股市呢 全世界都升位 為什麼香港不行 會不會還有些東西隱藏在裡面呢 這個 我們的市現在不跟外圍的 跟內地的 我都不是很明白 所以我都不是很認識的 真的 為什麼會 你說經濟其實是不是很好呢 那我又 自己又不停地留意 因為正經和地產 但是我真的覺得 沒有理由 就算不是說差 美國的經濟 都沒有理由好得這麼厲害 是不是 對 我有一些不明白 這個問題就是有些人都問我 喂 Danny 你說 什麼等息口 美國不用 一路加息 一路上 很有趣 那我們就再等多一會 我只有一個看法就是再等多一會 但是也是有一個很迷思的 等到如果美國市倒下的話 那又會影響 又會肯定會影響香港市 即是怎樣呢 是不是很矛盾 所以就很矛盾 那在矛盾的情況之下 都預測一下 你自己估計到年底 剛才都略略說過 年底的樓價方面 中市型住宅 以至豪宅方面的走勢是怎樣 中市型住宅就是再忍一下 再忍上半年 如果那些發展商要去貨的 可能都要就一下價 那就在上半年做完 然後下半年我覺得 減息的因素會發生 那就會升回 那跟上年一樣 上年剛剛就相反 2月到6月就升了10% 然後6月到12月就歸零 甚至乎跌少少 那今年我相信就繼續跌5個 然後5個% 然後下半年呢 有機會會升回10個 總的來説有5個% 豪宅沒得估了 豪宅看很大的location 那些錢來不來 那個人做不喜歡 都很難猜 豪宅沒什麼看 豪宅就無價 很難猜 希望有機會 可能年中的時候再邀請你上來 更新的情況是怎樣 今天謝謝你呈呈呈呈呈 謝謝 OK 拜拜